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产规划或其他的原因来买 可是刚好这次COVID-19以后 大家就觉得保障还是必须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谈 从保障的角度来谈谈人数保险 第一个我们先来谈谈 很多人在谈对人数保险 为什么要人数保险的概念 可能有点偏差或者不喜欢 其实我拿一个例子来举 举一个例子就很容易了解了 举个例子来讲说 莉莉 如果你今天看有一个one-off Photoshop 虽然现在不多了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one-off Photoshop 那你今天来讲 这里面店里面呢 你主要的收入都是那一两台机器来的 那这一两台机器又很贵 对 万一这两台机器坏了 对你店里影响大不大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这个为了不要让生意出问题以后呢 一万的 所以呢你会不会考虑 替这一两台机器买一个warranty 当然要很重要啊 很重要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谈呢 其实人 人就像这店对家里经济的贡献 就像不像这一来两台机器 对店里的贡献一样的 对 当然人出问题的时候 人不在的时候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取代人 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取代人 这个人对家里财务的贡献 最好是这样咯 所以呢我们应不应该替我们的收入 也买个warranty 你这样一讲 我们就完全明白了绝对需要的 对 所以从人数保险 从保障的角度 其实主要就是给你 为你的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买一个warranty 我们常常讲了 我们就讲一些比较感性的话了 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不会因为我们赚钱回家养家人不在了以后 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还要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的孩子要去不同学校上学 所以呢最重要 把人数保险的保障就当做 对你家有对家里财务的贡献收入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买人数保险保障的意义所在了 是不是很容易了解了 好 那Philip 既然了解了他的功能 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那么请介绍一下 那人数保险的种类有哪一些 那他们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从他的人数保险里面 基本上能分两大类 在里面再分 两大类 第一类呢 就所谓的turn insurance 就是像纯保险一样 这种就像汽车保险 房屋保险一样 你只付钱 那你在付钱的时候就有保障 不付了就没有了 这就是turn insurance 那它的好处呢是便宜 但缺点是什么 没有cash value是吧 不光没有cash value 而且只有这一段时间 有turn的这一段时间 通常turn结束了以后 要不然就非常贵 要不然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所以呢 他们常常讲 这是turn turn的主要的好处是便宜 但缺点是 它不能解决永久的问题 我们常开玩笑话 你可能买医疗保险可能不生病 买房屋汽车保险可能不出车祸 买房屋保险可能不烧房子 但是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人不走的 所以呢 我们在有些时候不应该用 暂时temporary solution 来解决permanent的问题 所以turn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缺点 那另外意思是储蓄型 那储蓄型呢就是你放进去的话 有一部分钱去存钱 然后根据它存钱的种类 我们有分利息式的啦 有根据指数拿利息的啦 还有跟投资连结的 就分成permanent 这分成这两大类了 这两大堆类 那我们从这里面再来看哪一类呢 比较适合 我们今天讲 第一个从这里面来看 有它的什么好处在这里 那在里面呢再来看呢 我们通常第三个问题常常问的就是说 除了人数保障以外 你还重视什么样的产能 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刚刚除了保障功能以后 人数保险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 像一个智能型的手机 对不对 它有可以当作免税退休规划 也可以用来做生钱福利 也可以做传承的功能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除了保障以外 你还需要哪一些功能 我们按照这个功能再帮你配 适合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来讲 我们要谈到 为什么你需要人数保险 从保障的角度 然后保险的种类以外 第三个除了保障以外 还有什么好处了 这是我们刚开始 前面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 也是需要我们 在做家庭的规划的时候 要跟家人都商量好的事情 Philip 下面一个问题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问到 就是我到底应该买多少钱的人数保险呢 好 这个时候常常来大家一个 比较confused的一个问题 有些传统的保险讲法 它是他们有一种系统叫Dime Dime 就是Debt Income Mortgage and Education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钱是重复的 这个算法我并不喜欢 我比较喜欢的算法就是 归到我们当初买保险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 人数保险主要的用意就是取代你的收入 取代你的收入 从你取代你的收入角度来看 来来左眼的话会比较有用 那怎么讲呢 假设一个人年薪16万 对不对 16万 或者20万 我们举个 随便讲个例子 通常我们常常讲 一个人当他不在的时候 他家里大概还需要他目前收入的75% 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家人可以过维持原来 过原来生活的一样的水准 为什么75%呢 少一个人花钱 少一个人用钱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来说的话 那可是呢 房贷还是要付 小孩子还是要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讲说 你如何要维持你75%的收入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来讲呢 假设一个16万收入的一年 一个人花 他不在的时候呢 说用16万乘以75% 就大概家庭还需要12万 对不对 好那这12万怎么来呢 假设我有一笔投资 长期平均赚在6%的回报下的话 如果要让你产生12万的收入的话 我是不是拿12万除以6% 嗯哼 也就是说那出来的结果就是200万 哦 这200万如果你没有其他的积蓄的话 这200万就是你保险的需求了 I see OK 所以这个算法只是你的 你的收入达成以75% 再除以你把这笔钱拿出来平均的回报 所得的结果就是你大概需要的 需要的钱 然后用这笔钱来产生的利息或收益 来维持你家里正常的生活 这个就是你需要多少 所以大家可以把你自己的薪水呢 乘以75% 然后除以你可能回报的回收的话 大概就出来你需要多少 扣掉你已经有的 那剩下就是你需要多大的保障 所以这个算法是不是很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应该要买多少钱 当然他的主题就是要代替自己的收入 那接着就来了 我们自己的预算赶得上 我们估计的要买的人寿保险吗 那但是除了人寿保险的预算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花销 其他的投资 那这个在钱的配置方面 又应该怎么样做妥善的安排呢 所以呢我们来讲呢 是说那我们已经知道你大概需要多少 多大的保障 剩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算算看你的预算 我们通常来讲按照你的预算 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可以存一千块 存一八百块两千块 按照你可以存多少钱来帮你做搭配 通常搭配的原则呢 如果钱不是特别多的话 可能你存买cash value insurance 储蓄的保险的话 你可能买不到你要的保障 你只买turn又没有存钱的好处 所以我们是按照你有多少钱 而帮你做搭配 比如说你需要两百万 你的budget是一千块一个月 那我们可能配个一百二十万的turn 配个八十万的saving 按照看你的年龄 如果你的budget是两千万 我们就可能是一百五十万的saving 五十万的turn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 因为大部分呢 你只买储蓄的话 你通常你会underinsure 你只买turn的话 你又没有储蓄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 所以我刚才讲 按照你的budget 然后来算出你需要多少 再选你适当的保险 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人收保险是最重要的部分 看还有加上你喜欢的一些 它的feature 是 因为现在在coronavirus covid-19的时候 很多人呢 在家里面 他都会为自己 仔细的沉思一下 就觉得人收保险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那philip呢 就在这个很恰当的时候 介绍了人收保险保障的功能 如何配置 还有要买多少钱 最后我补充一件 最后我补充一句话 就是说 很多在湾区的人 都有公司 都有pay insurance 那我们当 只能当作是一个bonus 而不能当作主险 为什么 通常公司提供给员工的 大部分是五年的turn group turn 然后呢 通常这些呢 最大的缺点 大部分都不能带走 通常你生病的时候 离职的时候 或退休的时候 反而没有保险了 人收保险了 所以我们把公司pay的 当作一个bonus 那自己搭币的 还是为主 这是很多 我希望跟大家 沟通的一个观念 谢谢提醒 Philip非常感谢你 祝你健康平安 谢谢 我们下次再谈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单元的节目到此结束 接着还有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